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又见面啦 今天是来酒栈沟的第三天啦 然后大家看 这是我昨天去那个酒栈沟里面玩 然后编的一个头发 你们猜小孩子看到我编这个头发之后 是怎么说我的吗 妈妈 你就知道臭美 你都三十多岁了 你还装嫩 这个是小女孩编的 哎呦 我说我本来就是小女孩呀 他说你都是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啦 哎呦 笑死我了 然后还有一个更尴尬的事情就是 这个水池我居然不会用 之前那个水堆满了 然后流不下去 我说这个水我一直按这里 按这里 然后为什么都按不动啊 结果原来开关在最后面 这样也按下去 它就开了 然后再弄上去 它就不安了 哎呀好尴尬呀 再给大家看一个好东西 就是这个大村里胡 看到没有 这个外公去参加那个游戏 然后抽奖中到了 这个超大雪子 我们还把他带回去送给小哈子 大吧 够大吧 还有就是 这个模仿 我看着你就头疼 不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把你拆了之后 我就分不了圆了 是你的问题 还是我的问题呢 算了吧 拿回去给小娜子拼吧 他肯定密码就给我拼好了 这个地方啊 我一直没有发现他是啥啊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桌子而已 昨天看那个王多蒙的视频 我才知道这里可以打开 然后就会出现这些火焰 这些火焰起什么肉用呢 就是你我们观赏的吗 好奇怪啊 我们现在去吃午餐咯 来的时候小娜子交给我的一个任务啊 他就是要我找刘半仙 还有那个阿鱼酱 还有那个叫啥 一韩家的小表妹和尹 可是这几个人 我就除了阿鱼酱以外 两个人我都不认识 我也不认识 那怎么办呢 哈哈 他们好像都没怎么弄脸吧 你赶紧去收视频看看 年中漫步 这个餐厅的名字还挺好吃的 那边吃起来的面包 还有这个甜点 好多甜点 有点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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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吃饭 你们看看这是谁 小卡子 哈哈哈 答当吗 哈哈哈 小卡就是大湖人了 我们碰到他很难了 很难 哈哈哈 饭也没事了 好赶紧去吃吧 哈哈哈 我去了 好好吃 这个腾饭我想把他拆了 好不习惯了 就刚刚我在餐厅 我找了一圈 我感觉我看到 看到一个人很像刘半仙 但是我胆子比较小 我也不敢上去 找他合影怎么办呢 小卡子 你交代给我的任务 妈妈不能给你完成了 不好意思 但是没关系 下面有一个长廊 全部摆的是那些 嗯 大卡的照片 待会我帮你去拍一张好不好 妈妈这样子的 我来帮你找牛半仙 啊 你到这边 我到这边 刘半仙 刘半仙 刘半仙在哪里 刘半仙在这里 这里 就这个 这个是刘半仙 来来来喝个饮 哈哈哈哈 人真是没找到他 还有的还要找谁 还有的还要找谁 免费的零食 我也拿到了房间 明天就要回去了 好死不得这里啊 免费吃多 还有零食 还有明星看 哎太死不得了